真的要做外銷 只能夠有一家最強的公司 自稱是最強公司 但現在卻變成虧錢的公司 有平面媒體揭露 台農發成立短短兩年多來 竟然就虧掉了三分之一的資本額 到現在已經虧超過八千萬 主要是人事的酬用 人事的匯用 這第一點 第二點它還規避 立法院的監督 打開這份財報 一百零五年十二月成立的台農發 累積虧損就已經達到了 七千八百三十七萬多元 對照資本額大約是兩億四千多萬 這一算等於是虧掉了 將近三分之一的資本額 說是農業行銷的國家隊 但到底賣出什麼亮眼成績 還看不到 卻先看到台農發招商說明書裡面 在明前五六年都處在虧損狀態 損一兩平大概要等到第十年 大致講的是農業行銷的國家隊 農業國家的行銷隊 要十年才能夠賺成 讓立委直批真的是太扯了 農委會現在急著撇清說台農發公司 資金來源都是民間企業 沒有政府資金挹注 但仔細看看出資最高的台肥 主要股東還是農委會 所有的投資單位都是泛工股單位 也有農會就痛批 這根本是在燒納稅人的錢 面對外界的抨擊 台農發公司表示發言人在國外 沒能聯繫得到 農委會則是向平面媒體說 台農發是私人公司 績效如何 他們不方便評論 記者程軒白無欣盈台北報導